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人员 月初执行木瓜山林班地清查 因为地势险峻 一名城姓森林保管员在5号折返的途中 意外衰落10米山坡 造成首部骨折 而花莲县消防局5号下午接获报案 但连日天候不佳 所幸8号上午天起放晴 消防局空勤队花莲分署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8号成功将伤者吊挂松衣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人员 12月初执行木瓜山林班地清查 其中一名城姓森林护管员 5日折返途中 因地势险峻 不慎衰落10米山坡 着手前臂当场骨折 因所处地区需双手攀登 无法顺利下山就医 另有两名队员也疑似出现高山震及失温 5日对外求援 但连日天候不佳 无法立即派直升机救援 先派遣地面支援小队6人 前往运补物资及提供紧急伤患处置 本局于12月5日下午16时 接获林务局的报案 那林务局一行八人 在山上执行巡视林务的工作时 一生一名员工不幸跌倒 造成右前臂骨折 造成无法下撤的情况发生 那因为山区的雨势不断 以及农务 甚至是 甚至是那个山上的路线不夹 无法进行下撤 所幸在今日上午天空晴朗 由这个空情总队进行这个吊瓜作业 人员到德行之后 由我们自强九腰送至慈激医院救治 消防局获报后 立即组成收救小组入山进行救援 但山区雨势及农务 预计得花三日才能与伤者会合 所幸八日上午天气放晴 空晴黑鹰直升基于花莲驻地起飞 在飞底目刮山上空后 以吊挂方式 顺利将伤者及两名身体不适人员 全数吊挂入舱 飞往花莲德行大草坪降落 再由自强消防分队人员 协助上救护车送辞机医院救治 记者长汪月皇连师报导